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录制一款鲁班丁香花锁 也叫孔明丁香花锁 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怎么把这个丁香花锁拆开 首先我们重要的是要找到它的这个开关 那我们通过旋转会发现呢 它这个开关的话在最上面 我们需要把它那个旋转 把它旋到水平线上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的这个花瓣先取下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丁香花锁 它总共是有三根树着的这个原木 那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三根木头的形状 三根树着的 三根树着的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它拿起来 看一下它的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根 有两根它的形状是一样的 然后有一根呢 它中间是有一个突出物 有这个突出物 那么这一根的话也是比较特殊的 然后红色的呢 它有五片相同的花瓣 其中有一根呢 是比较特殊的 那么也是它的这个开关所在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慢动作跟大家分解一下 我们要怎么把它拼成一个丁香花锁 首先我们来看我们需要拿起这个 那个慢动作一下慢动作一下 这两根是怎么搭在一起的 首先呢我们拿起的是这个有突出物的这个 和那个另外一根形状的 我们把它呢 其中一根方向 一根那个往上 另外一根是面对自己 然后接着呢 再拿起第三根呢 这样 往左 往左卡进去 那么这样基本上就搭成了它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构架 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看怎么把这个花瓣上上去 首先呢 我们要在下面 加上一个花瓣 然后在背面 加上第二片花瓣 第三步呢 我们要把这个锁放进去 那么放这个锁的时候呢 大家先要平行的放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技巧 接着呢 我们要放一根树这的 接着我们要放这个锁旁边的这个树这的这个木头 然后呢 我们再 再放这个 电箱花锁的这个左右两边 那么这个就有一点技巧 我们要通过边上的这个呢 慢慢的慢慢的把它卡进去 然后右边也是同样的 然后最后一步呢 我们就把锁往上旋转 那么这样一个漂亮的 钉箱花锁就拼成了 那么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呢 欢迎点赞转发和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